好了,不好意思,就是刚才其实上一个talk,那个林伟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阿里巴巴他们在图神经网络上的应用,以及他们的系统,所以我觉得我的任务就轻松了很多,所以就是主要跟大家聊一聊现在DGL在我们亚马逊,包括AWS上面一些应用情况。 我想应该现场大部分同学或者是我们在工业界的朋友应该更了解的是我们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图算法,比如说PageRank,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学生时代都会学到的第一个图算法,Google的PageRank,包括我们的这个DJ斯特拉算法,算找最短路径,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于这个图的认识,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图算法, 可能就是我们大概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但是突然之间,图神经网络这个东西就火起来了,就是究竟有多火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GN,就是Graph Neural Network他们的论文的发表的数量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突然间在2016年,我们这个Paper的发表数量呈指数上升。 很有意思,就是在去年的SML上,我们将近有50篇以上的论文都是在讲图神经网络,包括像今年的KDD,还有今年的Neurps,就是他们上面图神经网络都是有非常多的论文。 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有了Deep Learning,我们已经有了Graph,那我们为什么要在Graph上面做Deep Learning?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就是说,我因为我们传统,就是整个现实世界中我们的数据,大部分都不是OG里的数据,而大部分的数据可能都是Graph。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OG里的数据,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一个CNN,或者我们做一个LSTM,我们去做语音,去做图像,我们的输入数据都是非常规整的OG里的数据,比如说你的图片就是一个像素,就是比如说100乘100它的一个像素,我们一个一个排列下来。 然后我们去做文本,你的输入可能就是一串序列,它是一个EV的像量。 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我们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当做一个节点或者一个元素的话,他的这个数据长成就是一张图的样子。 就是比如说你在微博上你关注了哪些人,或者哪些人是你的粉丝,这是一个典型的是一个图的样子。 这个东西你没法用比如说一个稠密的矩阵,比如说像图像这样的像素来表示。 其次还有就是比如说knowledge graph,知识图谱。 就是我们知识图谱上就刚才林伟老师也讲了他们在knowledge graph上面比如说去做推荐, 还有去做一些就是广告这样的业务。 我们的比如说人和商品,或者说我们在百度上面的关键词和关键词之间, 它们的关系也是一个图的样子。 甚至包括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医学上的或者是化学分子上的一些比如说新药预测或者什么的新的化学分子的发现。 这些化学分子包括我们的新药的制作, 其实本质上它们的结构也是一个图。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最近的一些学术界上面发表的一些论文, 比如说我们第一篇比如说我们讲social network, 就是说你怎么在一个图上面去发现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你想去把他们的一个社区发现出来。 就是我给定你这个关系, 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微博上大家都有一个什么粉丝群体, 你可能通过图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一些人是吴亦凡的粉丝, 哪一些人是陆寒的粉丝,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有其次就是叫molecure graph,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去制作一个新的, 我们去发现一个新的药物, 我们实际上是用一些已有的基本的这种分子单位, 然后去试,去尝试,去组合, 然后通过已有的数据去预测, 看未来我们可能这个新的药物会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用计算机可以去预测, 然后再有我们比如说有经验的, 就是做化学或者说分子的这样的专业的domain, 有些domain knowledge的专家过来我们看看这个药, 它的毒性怎么样, 或者是它最终成本怎么样, 我们是否可以最终采用。 第三就是我们就是知识图谱了, 就是说我们想通过你一个人, 比如说你的购买的行为, 或者是你的一个社交关系, 然后我们去给你做一些推荐。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图神经网络, 它到底是在学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先考虑一下CNN在干什么, 我们CNN我们给定一个神经网络, 你给定一张图片, 它来判断猫还是狗, 这个本质上是我们在学这个图片的表示, 嵌入表示。 其实我们把这套东西其实推到图神经网络上, 我们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去学一个graph neural network, 我们本质上是在学这个图的嵌入表示。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我们这有一个社群,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社交关系, 我们把它喂到一个GNN里面去, 然后我们通过, 这时候我再给你两一个新的用户, 比如说这个新的用户, 我现在不知道它是在哪一个社群的, 但是我知道它的在这个图里面的一些位置, 和它的一些比如说特征的信息, 我可能就能判断它是是不是勇士队的球迷。 那我们这个graph神经网络, graph neural network, 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机制。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大家看这张图, 不同颜色的圆圈就是一个图上的一个节点。 我们去做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点, 去给它相邻的节点发消息, 这个消息比如说可以是边上的消息, 或者是它点上的消息, 这个比如说我们叫node feature, 或者叫edge feature, 然后我们每一个节点拿到这些消息之后, 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个聚合操作, 然后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像relu这样的一个非线性变换, 比如说这个单层的神经网络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它的output就可以作为下一次 我发送给我的灵机绝点的一个消息。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send, receive, update, 然后来学这样的一个图上的网络。 其实大家看这样的一个pattern, 也许并不陌生, 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之前都知道 那个page rank算法是怎么做的, 对吧? page rank算法其实也是所有的节点发去给 邻居节点发一个权重, 然后我的目标节点拿到这个权重之后, 更新自己的节点, 再用我的节点再去发送给别的节点。 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跑page rank, 没有所谓的feature这个概念, 或者没有神经网络的概念, 也没有比如说像非线性变换这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去理解page rank, 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图神经网络。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 我们有大量的论文开始讨论, 我们怎么在图上面去做神经网络, 包括怎么去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aclior18年这篇文章, 就是graph attention network的作者, 他们在这个paper的里面写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pump这个数据上面, 我们没法得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内存爆了,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边paper里面 没法展示这个结果。 所以这就意味着, 你即使是一个专家, 你是图神经网络的专家, 但是你没有好的工具, 依然有可能我们去复现一些工作, 或者我们想去在一些数据集上得到结果, 会变得很难。 就比如说像graph attention network, 这些的作者肯定都是这个里面的专家, 但是他们没有好的工具, 所以也遇到了像这种内存泄漏, 或者内存爆掉的这样的问题, 他们也没法解决。 其次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篇文章, 就是都是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技术, 然后我们大概做了一下统计,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在已有的PyTorch 这些框架上面实现, 无论是他的训练速度, 还是他的内存消耗,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 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说, 一旦我们的数据量非常的大, 或者我们想把我们的这些技术 应用到工业界, 那几乎是不可能了, 因为你的GPU内存就那么小一点, 你想去跑更大的任务, 基本上是不可能。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现在的框架, 无论是TensorFlow, PyTorch, 还是MXNet, 我们默认的编程范式都是基于Tensor的, 就是说我们是基于这种稠密的Tensor的表示, 而我们刚才讲了, 你去写一个Graph Neural Network的程序, 它的范式不是基于Tensor, 而是基于Sparse的Message, 它是一种Message Passing的这样的一种范式。 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说, 你从一个Dense稠密的编程模式, 变到一种稀疏的编程模式上, 是会有一个巨大的, 这叫一个巨大的Gap, 就是说你的用户, 如果我想现在编写一个图神经网络的程序, 我可能我得自己再去, 比如说建造一个Sparse Matrix, 然后在里面要补零, 就是各种各样做很多的Trick, 还有一些操作, 然后才能用现有的深度学习框架去跑这样的任务, 并且效果可能不一定好,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内存爆掉的例子。 所以基于就是这些Motivation, 我们就会发, 我们就是从去年, 我们AWS, 然后还有NYU, 以及NYU上海, 我们这几个机构, 我们联合起来想做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专门针对于图神经网络的框架, 帮助用户能够解决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推出了DGL这样一个平台。 我大概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这个团队的构成, 我们AWS这边是美国Palato, Alex Mula, 以及李牧我们这个团队, 以及包括我们在上海张征教授, 我们的刚刚成立的上海AI Lab, 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纽约NYU, 那个NYU纽约上海NYU, 这是因为张老师之前在来那个上海的AWS之前, 他是在那边做教授, 所以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在他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展开了, 对, 然后包括和NYU的李金阳教授, 我们也在做合作, 对,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三方的一个合作。 对, 我们在去年的年底, 推出了就是开源, 正式开源了我们的项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是我们当时的开源出去以后, 我们推特上的各种人的转发, 比如说大家看最上面那个是PyTorch官网, PyTorch官网对我们进行了转发, 就是说了很多赞美的话吧, 然后大家看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人应该大家都认识是闫乐坤, 就是CNN卷积时尼网络的发明人, 然后也转了这篇推特, 然后他认为这个东西做得太棒了, 就是能够解决现在很多就是我们研究人员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第三个人, 这个人连发了好几条推特, 这个Thomas Kepf, 这个人是就是Graph Neural Network的创始人, 对, 他说他对他的评价也更高了, 他说到目前为止, 这是他看到的最干净的, 以及实现的最好的一个图示尼网络的实现, 我们一个酷的实现, 所以我们当时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之后, 在国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其实有一个失误, 就是我们没有在国内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宣传, 其实所以可能很多国内的用户对我们这个项目了解的并不多。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我们的官网看的话, 可以看到有这几部分, 就是说首先我们的DGL AI这个website,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各种需要的资源, 包括原代码链接, 包括我们的论坛, 包括我们的一些模型tutorial, 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然后我们的代码现在目前开源之后, 这个应该是上个月的数据了, 就是我们是超过了2700个star, 超过350个fox, 以及超过了4万次的我们的package的下载,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比较骄傲的一件事, 是我们在19年的NVIDIA的GTC, 以及19年的KDD, 以及包括19年的AMLC这三个会议上, 我们都做了三场手把手的hands on tutorial, 对, 这个是我们当时现场的一个照片, 就是左边这个是在GTC, NVIDIA的GTC, 右边这个是在AMLC上面我们的做的tutorial, 基本上可以是作物虚习, 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看来的基本都是外国人, 这个是我们DGL在发布之后, 我们的主要是看我们的用户的增量, 以及我们用户的构成, 其实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主要的用户是在中国和美国两边, 因为这个也和我们的团队构成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团队主要就是在base在中国, 还有美国我们两个团队在合作。 好了, 那我现在想说就是我们DGL的目标是什么, 就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深度学习框架了, 包括林温老师刚才他们也, 他阿里也有了, 然后现在facebook也有了, 包括一些大学里面也有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DGL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们DGL最重要是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 无论是在前向对用户的兼容, 还是后向对于我们深度学习框架的兼容, 我们要做到最好。 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在保证第一个的条件的基础上, 我们要把我们的框架做到最快, 以及可口展现最好。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大家可以看,